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香港的经济大受打击 投资气氛转吹审慎 今年香港上半年的工商库物业交途量显著下挫 虽然近日疫情反复 但全球各国推行的量化宽冲政策救市 并且预期低息环境将会持续 都会有利投资气氛 工商库市道未来的发展环境又会如何呢 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四位嘉宾 为各位分享今年下半年工商库市场的走势和发展 我们今天的议会流程 我们首先会邀请嘉宾发言 之后就会有问答环节 在嘉宾发言的时候 我们会将各位记者朋友的麦克风暂时转为正音 去到问答环节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发问 事不宜迟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首先是李家国工商铺董事黄应年先生 各位记者朋友好 接着是工商铺高级营业董事朱亮恒先生 大家好 接着是商铺商铺及投资部高级营业董事 鄭德铭先生 大家好 首先我们有请工商铺高级营业董事朱亮恒先生 为大家回报一下工下物业在上半年的市况 和预测下半年的走势 有请Raymond 大家好 我是Raymond 上半年的市况 大家都知道 在因应各种因素之下 其实整个市况都比较不稳 在过去半年里面的工厦的买卖 就跟随大事件回落 但是要注意就是 工厦买卖的总数 始终在工商铺三个范层里面是最多的 上半年来说 每个月仍然可以维持到100宗以上的成交 总共半年里面的成交总数量是733宗 买卖的总金额是大约67亿 对比过去年的下半年 分别是有回落 在成交量方面回落18% 而在成交价方面 总数回落28% 按年的同比方面 2019年的上半年 亦大跌了分别是57%和67% 当中亦创了有多容易的新低 亦都是连续两年的半年度 是少于1000宗的成交水平 在今年上半年 工厦的成交主要是由 这个细架物业来撑住市场 我们所谓的细架物业就是 500万或者以下的物业 总成交量已经佔了总数六成了 其中在200万至500万这个组片里面 我们总共有335宗的成交 在我们观察的7个价格里面的成交量是最多的 亦都占了整体工厦成交量到46% 亦都较去年下半年的329宗 反而未升了2% 所以我们看到 世价工厦的成交量 仍然是比较突出的 大家留意一样 上半年的高价物业的成交跌幅 都挺显著的 在1亿以上的登基量 是急错了56% 只有大约是4宗 而介乎5000至1亿价值的物业 价值都大跌了57% 只剩下6宗的成交 我们看到 反而投资者在市况之下 对一些大马物业买卖 是有少少戒心的 我们观察在不同区别 等于我们观察到10个 我们的观察区里面 即是成交区分里面 有8个区分是录得跌幅的 其中传统区的 传统工业重镇 我们所谓的 葵冲、荃、观塘 也见到一些跌幅 在以观塘为例 跌幅也挺大 跌幅跌至39% 在半年里面 只剩下95宗的登基 而在区域区里面 在期内半年里面 就剩下152宗成交 成交 成为我们在10区里面 最旺的区分 但是按半年来说 亦跌了29% 至于另外一个传统区 荃湾 亦分别跌了10% 亦只剩下129宗的买卖 另外 有些三、四线区分 因为受惠的价钱比较便宜 或者区分发展的空间更大 在柴湾和屯門 这两个区域是历史做稿的 在上半年的律德登基 分别有26宗和56宗 每区分别上升了18% 至18% 而从个别成交价分析 在上半年 十大贵重物业 登基金額 是介乎5240万至7.9亿之间 当中排在榜首 就一定是长山环 有两栋物业 是成交了 分别是长山环到924至926号的 传统登基 这个涉资大概是7.9亿 其次是同区一栋 叫永昌工业大厦的传统 也涉资3.95亿 在十大工厦里面 传统物业 都已经佔了两栋 而全部都是在 麗芝角长沙环区 反映在疫情之下 传统胶头 都偏向比较淡静 再看 工厦和摩货方面 在上半年 几乎是绝绝控制的 在期内 只有一宗成交 那一宗也相信 是有机会 是一个内部转让的物业 在4月 即是工厄 摩货登基 金额 大概是2000万 左右 量和价 比起去年下半年 有6宗摩货 金额到2379万 两者都分别大跌 分别跌了83%和16% 展望下半年 我觉得 在基本因素 未有大改变的前提之下 再加上疫情仍然有些反复 但是最近 国安法落实之后 少了一些社会 纷争的优劣 利好了 营商环境和投资气氛 我相信这三季 疫情都会慢慢受控 和回稳 在去年尾到今年年初 有很大量的 失一手工厦 发展商 开始再次部署 可能是第三季未推出 另外 在活化工厦的2.0政策之下 可塑性高的传动工厦和客户修复合并 亦相信会持续 市场在下半年 仍然可以审慎乐观 因为投资之前提及过 一手工厦的责售方面 亦会带动成交量增加 我估计下半年的工厦成交量 会回升到1,000宗水平 亦等于 比起上半年 会回升30%左右 而成交金额 我相信会建置到100亿 多谢各位 好 我们多谢Raymond的分析 接着下来 我们有请商业、商铺及投资部 营业董事徐康达先生 为大家分析一下 商下物业在过去半年的表现 和预测下半年的走势 咬醒一下Stanley 大家好 是Stanley徐康达商业部 上半年环球疫症減进 欧美多国都封关 旁易 企业和经济都大受影响 香港作为 太贸中转站的角色 都避免了 阻碍了 阻碍了本地的商业交投 尤其是甲级商下的交投 在两价都是很大 直至上半年的6月30日 为止 我买卖登记的数字 258宗 和上年下半年的351宗 跌了26% 今天那方面的跌幅更大 上半年是36.97亿 上年的下半年是219亿 跌了83% 在两价都是三个范畴之中 跌幅是最大的 去年同期比较 更加急错 是55%和68% 在价格分类 在7个价格的组件中 商下有4个价格都出现下跌 跌幅介乎14-87% 其中1亿元或者价格的登记 跌幅是最大的 其内只为是6-5宗 较下半年的39宗 跌了87% 主要是因为较大面积的 商下的需求 有所回落 导致这样的年 另外上半年的登记 买卖最旺的 介乎200-500万之间 其内只不过是7-79宗的登记 半年也是急错 40% 反映主流的低价 商下也同样受到压力 上半年最贵重的买卖 登记就是中环的永安集团大厦 16楼全层 涉口金额是2.86亿 其次就是施堡 官堂的施堡大厦 15楼全层 涉支是1.85亿 半岛廣场 17楼全层 以1.3亿而逆手 其内都是属于 第3位 1.7亿 十大贵重商下登记 另外十大贵重商下登记 有一栋全下的买卖登记 其他有一半是 中间5宗全层的物业登记 本行的分析 11个地区之中 有半个数以上的陆区 登记在上半年录得跌幅 其中北国区跌幅最显著 其内只录得11宗 较去年下半年度的17宗 都跌了35% 其中尖山咀区也跌了26% 至34宗等级 逆市增幅有4区 其中九龙湾的升幅最大 其内急升80%至18宗 反映东九的商客 仍然受到市场注视 此外 传统中心核心地段的中环区 和湾底区都各录得24宗 和18宗的登记 半年升26%和跌5% 传统上环区30宗 买卖 都成为整个 例如香港区那边 比较活跃的区分 但仍然跌16% 我对于下半年的看法 社会运动会断出平静 另外再加上 新冠疫情都会减退 无论在新一批内地公司 或者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都会回流回香港上市 都会利好本地的商客市道 估计在租务和买卖的登记 会在第四季转出活跃 下半年的租金 其实之前已经见底了 将会有很多公司 在租入期满之后 会转租 可能转租好一些质素的地方 再配合内地政策 应该都会支持香港的经济 不排罪 都会有特别的维港经济设施 或者政策出路 我预期下半年的商客登记 就会在这么低的低位之下 就会反弹 就会估计有大约55%的反弹 直到400宗的水平 现在登记的金额 我估计有35%的回升 直到50亿 我说了很多 谢谢 谢谢Stanley 接下来我们有请商铺 商业及投资部 高级营业董事 郑德明先生 为大家回顾商铺市场 在上半年的表现 和预测今年下半年的走势 有请Dennis 大家好 承接着去年下半年的社会运动 店铺市场一波未平 一波有起 今年初又遇上新冠肺炎疫情 在旅客全职 和本地消费疫苗降低之下 再加上外出犯罪的意识很低 冰封了店铺市场 下半年的疫情仍然是反复的 预料的登记量仍然是横行偏远 截至6月30日指的上半年 店铺买卖登记只有427宗 较去年的下半年508宗 跌了16% 连续四个半年季度出现下跌 由2016年起计的8个半年度 创了新低 亦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低 至于成交金额方面 今年上半年的店铺登记金额 只达到108亿 较去年下半年的121亿 跌了10% 同时创了8个半年度的新低 如果按地区分析 上半年纳入长期观察17个分区 有10个登记量都是按半年度的减少 当中减少最显著是红磡和土瓜环 由去年下半年的86宗 大减了69% 到今年上半年的27宗 而上水域更是由3宗跌至0宗 此外有个别传统地方 包括中环和旺角 亦分别录到减少了61-51% 而只有7宗和20宗的买卖登记 不过亦有部分一线的核心铺 如铜锣湾和尖沙咀 亦相对平稳或上升 上半年有两区分别录得持平 或者增加46% 各有7宗或41宗的登记 至于部分民生区 例如大埔和荃湾 分别录市增加57%和77% 即是11宗和23宗 为两区去年下半年的基数 分别只有7宗和13宗 故此未能完全反映区内转往的趋势 而组别的登记量是逆市上升 上半年录到92宗 按年增加28% 至于减幅最大的是1亿元或以上的 大額店铺登记买卖 上半年的登记只有11宗 按年大跌了58% 而其他银马组别 按半年的减幅是由10%至37%不等 反正过去半年各个价格的店铺买卖 几乎全面陷入低迷 至于我们展望下半年 虽然暂时的政治争拗开始平息 店铺营商环境亦相对平静 不过近来大家都留意到 爆发了疫症第三波 店铺市场依然受压 预计下半年每个月 只能维持到70宗左右的成交 即是下半年累计有420宗的卖卖 将较去年未跌2% 至于下半年涉及的金额 预计有95亿 交上半年跌大概12%左右 下半年的核心区铺 或復甦进度应该很缓慢 价格仍然跌20%左右 至于民生区的店铺 因为受于社会运动转缓和 加上受疫症的影响相对较低 价格预料可以企稳持平日 我分享这么多 多谢 多谢Dennis的分析 最后我们有请 尼加国工商铺董事 黄益年先生 为大家总结整体 2020年上半年工商铺市场 和分析下半年的市路走势 有请Roy 谢谢 各位记者朋友好 过去连续两个半年 工商铺市场受到双重打击 继去年下半年社会运动之后 紧接今年上半年 开局不够一个月 爆发新冠病毒疫情 令工商铺市场加上 交投量和价格 铝厂增低 不过正所谓物极必反 富富得正 否极太来 在最坏的时刻都买过了 只要下半年社会状况趋稳 而这个疫情虽然反复 但若果在受控的范围之下 下半年工商铺市场 仍然有机会绝处逢生 展示 我们今天 寄招的主题 柳暗花明有一串的共演 根据土地注册署数字显示 上半年全港共录得 1418宗工商奥物业 买卖的登记 涉及登记金额 212亿左右 较去年下半年 1755宗和434亿的分别 下跌了19%和减少了51% 按年去比 分别跌了5%和6%半 量值都跌的主要原因 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环球多角封关 商业活动和旅游消费 都见到急挫 令到市场不少参与者都暂回入市 今年上半年 1418宗工商奥物业买卖登记 除了创了历史新低之外 亦都连续跌了4.5年左右 当中最近两次更连续跌破了2000宗的超低水平 亦都较了2003年沙士 2008年金融海啸 和2013年政府实施双倍印花税辣销的时间 更加浅淡 在工商奥三个物业类别当中 今年上半年公下买卖登记 亦都照较维持最多 有733宗 占了整体的比率有51.7% 商下和店铺分别录得258宗 和427宗的卖卖登记 占比分别是18.2%和30.1% 原本下半年公申浩市道 我们可以看得更加乐观 不过最近一个星期 本地新冠病毒疫情出现了 比较多的确诊个案 爆发了第三波疫情 令市场增添了不落定性的因素 但相信有些疫情不是新出现的恐慌 如果之后有较好的受控 例如有疫苗的面世 将会可以舒缓现在的情况 除此之外 港区的国安法实施了之后 社会的局势明显转趋稳定 如果以上两大因素 困扰市场的因素继续好转 工商铺市场一定会出现报复式的反弹 下半年工商铺走势 可望好像今天主题一样 就是扭暗花明展新机 我们预期今年下半年 整体工商铺买卖交投量 可望在低基数水平之下 会出现显著反弹 物业买卖的登记量 会回升2800至1820宗的水平 至于涉及成交金钠方面 我们预料普遍造价仍有一定的压力 升幅会较登记量 便会有信息 预料下半年会回升1.5 估计达到245亿元的水平左右 谢谢大家 多谢Roy的分析 相信听完之后 大家都会更清楚 今年工商铺市道方向 接下来我们安排了问答环节 如果大家有问题 可以向各位嘉宾发问 大家可以利用APP 里面有一个举手功能 可以和我们试意 之后我们就会开启你的语音模式 不知各位记者朋友 会否有问题 想向我们多嘉宾发问 APP里面有一个举手模式 如果大家举手的话 我们可以收到大家的要求 我们就会取消正音模式 好的 韦韦是 你好 大家好 阿斯文 其实现在的防疫措施 在收紧 你们预计下半年 核心区和民生区的 商铺的价格走势 或者租金走势会如何 会否跟回防疫措施的方向 最主要是视乎防疫措施 会否进一步 搞定了这个疫情 因为如果疫情是今个月 即一个月之内控制到 我相信市道复苏 就等于之前的步伐 都差不多 但如果社区再爆发 我估计起码都要控制到 之后才会见到生机 而这段时间的饮食套 举个例子 饮食套基本上是暂时停了 即是不谈 在谈的那些都不会谈 视乎这个限聚令是走到何时 如果好像之前三月 这样控制得好 其实我相信下半年 亦等于报复式上升 全年来算都会停稳 不知道其他记者朋友 会不会有问题呢 另外也想再问多一条 就是想请问一下 其实你们公司就预计下半年的工商铺市 会有反弹 或者叫做好转 那其实在人手 或者一些店铺方面 会不会加一些商营配合 去配合你们预计反弹市 因为其实现在行情 大家不是说看得特别好 但你们正在看反弹 那其实你们的政策 会是怎样呢 在人手方面 我们会随着疫情的好处 市况有适当的反弹 那我们会继续增加人手 那如果我们现有铺点不够的话 我们也会新增一些相对的铺点 去配合这个增加人手 大家可以利用APP里面的举手功能 这样之后我们就会收到通知 这样就可以解除大家的政策模式 好 谢谢各位大家的兴趣 如果大家没有其他问题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已经完美结束 谢谢各位参与的传媒朋友 今天的新闻稿和相片 最后的时间发给大家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